字幕丁 好 大家好 我是片名 我們今天繼續來我們的貓咪打泥棒 啦 那繼續來偷東西喔 那其實我昨天後來發現 一個非常恐怖的東西 那就是呢 如果你這邊防禦失敗的話呢 你的寶箱是會真的被偷走的喔 所以大家如果拿到一些機械有的寶箱 或是比較高階段的寶箱的話 記得要趕快把他用鑰匙打開 不然你這邊的話很有可能就會直接被拿走 你看這邊的話我們防禦失敗 直接被偷了一個服裝的寶箱喔 所以基本上我們去偷別人家的寶箱的時候 也是把他的寶箱偷過來耶 所以如果你抽到機械有的寶箱的話 一定要馬上開起來囉 那目前來說已經有很多人來 就是哲平的房子來偷竊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戰報 那這戰報的話都可以看影片 就是看你如何去防守成功或是防衛失敗 你可以看一下自己防衛失敗的地方 可能就是哪裡比較薄弱這樣子喔 基本上都可以重播一下影片 那你可以就是依照這樣去判斷 你可能要把我們的一些警衛阿 或是把我們的貓神阿 或是把我們一些陷阱設置在哪裡喔 就會比較好去攻略別人這樣子的感覺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這邊應該是被他好運用到啦 因為基本上哲平這個配置的話 應該算是還不錯的東西喔 這邊的話呢 喔 我們直接因為 基本上別人來攻你的城阿 如果他們失敗的話 你這邊的大泥棒P也是會加的喔 所以我們這邊已經成功的晉級到第三級 又要搬家啦 YA 搬到我們的雪區喔 那雪區這邊感覺就會有更多的 不一樣的裝備跟我們的陷阱喔 所以這遊戲的話 真的就是慢慢的越到越後面的話 就會有一些更奇妙的陷阱跟裝備 像我們這邊的話好像有電擊的這個 電擊陷阱耶 然後還有這個會滑的那個冰地板的感覺喔 那前面的話這邊有這個很酷喔 這個是那個 貓咪的那個轉蛋的那個東西對不對 敲下來會真的有轉蛋的聲音喔 很酷 然後還有我們的紅綠燈喔 就是紅綠燈這邊的話滿特殊的就是 如果你要移動到他那一格的話 如果他是紅燈的話你就不能過去喔 還滿酷的喔 所以這款遊戲的話陷阱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元喔 那隨著你的等級提高之後呢 就會到一些就是新的地方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更新的城堡 或是一些更新的陷阱喔 好 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因為我們寶箱這邊被偷了嘛 哈哈哈 這個會被偷喔 所以如果你有抽到一些機械有的寶箱的話 就要趕快來花掉喔 那目前商店是有賣我們的超機械有的寶箱啊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 超機械有寶箱應該要用很多鑰匙才可以開對不對 但是這邊的話我們副版大已經幫我們測試過了喔 基本上我們的超機械有的這個寶箱 直接買就直接開喔 所以算是一個還不錯的東西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如果你有很多罐口的話 可以先來買一下喔 那我們今天先為大家開箱 我們這個超機的陷阱箱啦 來看一下 400的罐會拿到什麼陷阱喔 開起來 它會直接開所以還算是不錯 喔 直接拿到冰床喔 所以我覺得這遊戲的話 應該就是你越到後面的等級 再開我們陷阱箱的話 應該可以一次拿到更多的陷阱 應該會不錯喔 再來是什麼 金幣喵 唉唷 這個我也沒有看過喔 這邊的話基本上超機稀有的寶箱 它加了XP會非常多 所以可以一次升很多等級喔 哇 蜘蛛王 我的蜘蛛王要突破天際了 我的蜘蛛王可以升到4級了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開陷阱箱 因為我覺得陷阱箱的話還蠻好的 因為你可以利用陷阱 然後來去就是 限制別人喔 就是讓別人就是死亡 所以這遊戲不單單就是你去偷切 會增加你的那個就是我們的那個 大名bombp喔 連別人來打你的城池 也會增加大名bombp喔 好 我們這邊先設置一下喔 這金幣的話沒有用過 我們就先看一下它的效果是什麼吧 這邊的話應該是 喔 假的金幣 我懂了我懂了 就是不是有一些地板上會有金幣嗎 你可以用假的金幣 搞不好試試 嘿嘿嘿嘿 好 蠻壞的 我們先把一個海報拿下來喔 假金幣阿 我的天阿 還蠻厲害的 我們先升級 基本上就是越升級的話 它的能力效果越強啦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一些 就是比較厲害的玩家的話 真的要小心一點點 這邊有假金幣 假金幣會讓他們就是移動速度下降 跟我們蜘蛛王差不多 但是蜘蛛王這邊的話是能夠把你困住的 然後你要敲才可以把它解除喔 會損血 那我覺得最好用的大概是水桶喔 所以大家如果你有抽到水桶的話 應該還算是個不錯的東西 因為哲平是沒有抽到水桶啦 蠻可惜的 那這邊的話呢 因為也沒用過這個冰床欸 來試試看冰床好了 把海報弄下來好了 試試看冰床 冰床 不知道能幹嘛欸 我覺得到時候遇到就知道能幹嘛了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接下來的話應該 蠻多這種詭異的東西會出現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先佈置一下 然後再放一個冰床好了 基本上好像每一個東西 他能夠放的數量是不一定的喔 所以如果你放到沒辦法放的話 他就會告訴你就是不能放這樣的感覺 好 那我們就先配置成這樣喔 我這個到時候會再調整 因為我讓你們看到我的配置了 如果你們遇到我的話 基本上就知道我的寶箱在哪裡喔 我沒有這麼蠢喔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還不錯 那還有296個罐罐喔 我們來抽一下角色好了 剛剛有拿到一張金券啦 所以應該是可以抽一隻比較好的角色 白頭來一個 超級稀有的倒賊貓貓吧 唉唷 誰 雞稀有的 這隻的話 這個地雷的話我看不太懂欸 不過至少是有一隻有技能的 我們先來試試看他好了 先把一些罐頭留著喔 然後我們來去開偷開偷 這款遊戲真的還不錯玩喔 非常推薦給大家 尤其是他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 這樣的感覺 這邊的話 縱向的部位 會不會是可以告訴你 就是縱向或是哪裡有什麼東西 這種感覺 那還蠻厲害的 先把他換上去 然後幫他穿衣服 那每一個衣服也有每一個衣服的能力喔 所以這會的話有出那個中文化之後呢 哲平會再跟大家詳細做一些介紹 因為這邊有很多東西我都看不太懂喔 像那個什麼 什麼氣質啊 或是什麼東西的 過幾個禮拜應該就會出中文化了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準備來開偷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開偷欸 基本上 如果你偷到那個就是比較好的箱子 你就趕快用鑰匙把它打開 不然會被別人拿回去喔 會很恐怖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已經到了第三階的城堡啦 所以這邊的陷阱應該都還蠻恐怖的 好 這邊照的都沒有照到重要的東西欸 蠻可惜的 那先試試看這隻好了 這隻是剛剛抽到那一隻 看一下是不是能看什麼東西 哇 感覺很空蕩蕩很可怕 唉唷 直接看到金幣的那個門囉 然後先停一下 看一下旁邊有沒有小犬 好 這邊沒有 哇 這個很麻煩 我超討厭這個的 因為這個的話基本上他會讓你那個就是 唉唷有有有有有 快跑快跑快跑 基本上他會讓你就是直接就是 被周圍很多個地方直到喔 好 這邊是正確的那個硬幣 哇 被拖了被拖了被拖了 哇 啊完了完了 沒有好險他右邊沒有放犬 所以這邊沒事拿到貓神的那個壁了 然後這邊的話先看一下這個 發動一下技能喔 縱向 喔 唉 真的很強欸 他真的是縱向直接全部看欸 很猛很猛 我們再看一個 縱向全看 下面有個問號 問號是怎樣 問號 為什麼是問號 他還會失誤是不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你要如何去累積這個 縱向的東西呢 這個就是你多走幾個 他就會給你一個那個密碼喔 欸 都會有問號欸 啊 我懂了 他這個的話是讓你看就是 周圍會不會有那個就是 一些會讓你受傷的東西啦 所以他不是看那個 周圍會不會有犬喔 所以這個的話有受傷的地方就不要去踩 喔 直接拖到寶箱 Lucky 所以這個的話跟我們看犬圈的不一樣喔 像我們有一隻角色是能夠看犬圈的 這邊的話我覺得 上面應該還蠻好跑的啦 基本上損一點血沒關係喔 反正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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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沒問題 偷偷偷偷偷偷 那如果抽到他的機稀有寶箱就會很爽喔 因為基本上 他沒有開到那個機稀有寶箱 我們可以偷走很爽喔 OK 三星 是什麼 哎呀 一般的稀有寶箱 這個還好喔 那我們拿到的話還是趕快偷掉 就是趕快把它開起來喔 趕快把鑰匙趕快把它開起來 不然到時候被別人偷走會很可怕喔 我們先趕快開起來 別想偷我寶箱啊 孩子們 我要先趕快用鑰匙給它開起來 來 那這遊戲的話就是你可以讓就是 強貓來就是開鎖啊 或是你直接用這些鑰匙來開鎖 那這些鑰匙的話 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回復啦 所以算是一個還不錯的東西喔 那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比較高等的寶箱的話 就趕快好不好 趕快把它開掉 因為我是上線之後才發現 欸 奇怪 我的寶箱怎麼被偷了 才知道 這遊戲是真的會偷到別人的寶箱的耶 還滿恐怖的喔 所以之後如果大家 中文化出來之後呢 如果有看到哲平君的城堡的話 希望不要來偷我喔 我很可憐 我很窮喔 別鬧喔 好 這邊的話呢 唉唷 哇 又有一張金券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又可以抽一隻角色 我們再抽一隻角色吧 基本上角色每一隻性能都不一樣啦 到時候出中文化之後 再詳細跟大家介紹一下哪一隻 喔 金色的庫蘭耶 喔 金色的庫蘭就是姬西喔 寶物桿汁 那這個還好啊 還是它的寶物桿汁比較強 這隻寶物桿汁我們之前有拿到 剛剛看到金色的庫蘭 所以最高的話目前好像就抽到 極稀有的角色欸 沒有再看到更高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這隻的 3秒間發動地點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隻是怎樣 因為它3秒啦 它3秒內的話會有那個指標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隻是幾秒 7秒 哇賽 換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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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秒可以看到你的寶箱到底在哪裡喔 所以 對於那個要找寶箱來說的話 應該還算是不錯喔 換上衣服 好我們再來偷一次喔 其實我覺得這款遊戲真的還滿好玩的 如果你看到就是自己收了 然後牠 born 就可以去偷掉牠 所以之後很期待就是中文化出來喔 哇那隻可以7秒看到寶箱的位置欸 所以那隻先留著 我們先來看這個 我比較喜歡先看就是 警犬在哪裡的喔 因為警犬在哪裡的話你就會比較走 這邊的話呢 沒有什麼障礙 直接拿 拿三個寶石 沒問題 下來 我現在還沒有遇到新地圖的一些新陷阱 所以沒辦法跟大家介紹 剛剛旁邊那個就是紅綠燈啦 那紅綠燈的話就會有蜘蛛 剛剛那個紅綠燈的話就是如果它綠燈的話 你就可以走 如果是紅燈的話你就不能走 你看我們這個看狗狗的這個可以看超遠 超廣 這邊都沒有 唉唷 你看這個超好笑的 真的是轉蛋喔 登登登 有沒有 真的很可愛 很可愛的一個陷阱 所以我真的還蠻期待之後的一些陷阱 或是一些貓貓出現喔 那如果出現一些超級貓貓的角色的話啊 我覺得應該會更好玩一點點 就比如說 雷神阿 風神溫帝阿他們那種的 喔 一定會超讚好不好 神作神作 這場感覺也不會說特難偷欸 因為我們這邊把狗狗都看光光了 警犬都沒有就很好偷 哇 都不在上面喔 基本上沒有的話地方有可能是陷阱 或是一些就是寶箱區啦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這邊再看一下啦 有 下面有一隻 所以下去的時候要小心一點點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警犬的位置啦 就是如果有警犬在的地方 基本上都很多那個就是寶箱門喔 以我自己玩這麽久的判斷 我覺得是這樣子 哇唷 好險喔 這邊都沒有欸 哇 寶箱到底藏在哪裡啊 唉唷 不要打我喔 海豹 唉唷 完了 這邊有可能會有一隻喔 果然有 好不好 不會他要過來了 先往上 好 金的 這邊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再看一下好了 又是海豹 好 我覺得 你目前來看的話應該是下面這個 如果是寶箱的話應該是這個 好 你看有沒有 因為基本上下面會有一隻犬有沒有 基本上很明顯的就是 告訴你那邊一定有鬼喔 哇 有點難逃了 可是我們都已經看到他的犬的位置了 所以基本上 不用擔心 因為一張地圖只會有三隻犬喔 那三隻犬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 只要看到三隻犬的位置 你就可以知道哪裡是安全的 OK 偷成功 欸嘿 叫我大泥棒 有沒有 真的很好玩喔 nice 好 又是稀有的寶箱 我以為我前幾天有抽到那個就是 機稀有寶箱 很爽喔 以我目前的設置來說的話 應該還算是不錯喔 其實防守率還蠻高的啦 對 所以應該還算可以 好 那你覺得德平今天很會偷切的話呢 可以在我的影片下面點個喜歡囉 那每天中午12點跟晚上5點半 跟晚上9點都會有影片囉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啦 那我的影片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拜拜 大家記得按個讚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 你們下部影片